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9月25日 已經是星期一 大家也是十分關心這個政變傳聞 另外 就說這個 這個 孫力軍副政裁的反習集團 行刺習近平集團 被重判 也有親習派的人士說 這個就是印證了習近平還是掌權 這些是反對他的人 他也被重判 我覺得 這個真的要拿出來詳細分析 究竟一班 計劃行刺習近平的人被重判 是不是就是習近平還是掌權呢 其實沒有必然關係 為什麼 因為這班人 他們全部都是由習近平 提拔的 他們是習派的人 他們不是江派潛伏在習派的旗子 而是本身就是習近平的爪牙 是習近平 幫習近平做盡一切壞事的爪牙 尤其是這次的主犯孫力軍 他策劃了 綁架桂民海 綁架銅鑼灣書店事件 也是香港2019年 鎮壓 這個時代革命的主犯 他被人家重判 是不是一定是習近平的意思呢 這個我覺得是值得相確的 為什麼 要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 把這個焦點拿到孫力軍被重判 因為習近平是掌權 所以習近平 沒事的 沒有被拿下 是不是一定有關聯呢 如果習近平 現在不是掌權 是不是代表他們就不會被重判呢 習近平倒台了 是不是代表他們做了壞事 不用負責任呢 當然不是啦 大家用心 想真一點 如果現在掌權的 是李克強 孫力軍是不是會被判無罪釋放呢 答案當然不是啦 所以我們要大家弄清楚 究竟 這個 孫力軍做過甚麼壞事 他 就是傷害香港很嚴重的人 他是香港2019年鎮壓的主法 當然他有很多流羅的 例如鄧炳強那些 我們再開一節 我們再說一說孫力軍究竟犯了甚麼事 其實 如果大家深水清又或者重機性不是那麼差的話 跟我一樣的話 會記得 早幾個月 孫力軍 出來電視認罪 當時 沒有說他其他話題 集中了 他那個犯罪 就是經濟犯罪 經濟犯罪可以很輕判的 十多年而已 為甚麼突然間 變成要死亡 他跟傅政華一樣 傅政華本身 以前是一個小官 就是因為習近平上台 他要清算 這個 周永康集團 所以他才上位 扶擾直上 他是習近平的打手 現在兩個習近平做壞事的打手被重判 是不是代表了習近平 還是掌權呢 可不可以解釋到習近平沒有給別人軟禁呢 解釋不到 好了 我們詳細的跟大家分析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之前 我們跟大家說過 孫力軍突然之間被安排 電視認罪 當時的情況很輕鬆的 這個是 一個政治決定 而這次突然間 一改以往 好像想對他輕判的這個做法 他跟 傅政華一樣 是 判死活 而且說明是沒有得減刑 終身監禁是不可以保釋的 也不可以再再減刑 說明是 要坐一輩子 究竟怎樣 什麼事情令到他突然間由輕判 變成要坐一輩子呢 你說習近平 因為習近平發揮影響力 他們計劃行刺習近平 所以要死 計劃行刺習近平 所以要判死活 這個問題 未必是一定是牽涉到習近平 因為他 竟然 他是習近平 大出身的人 他是因為習近平上位的習家軍 現在可能因為 某些利益 是不是一定是牽涉到曾慶紅呢 是不是牽涉到江澤民呢 也未必可以這樣說 因為有人 故意把他 牽強地說他們是 江派 他們是 幫曾慶紅做事 或者投靠了曾慶紅 所以就背叛習近平 要計劃謀殺 這個可能有 但也可能沒有 還有沒有證據呢 未必有證據 證明他 跟江澤民 曾慶紅有關 又或者他 真的會計劃刺殺習近平 而是受到江澤民曾慶紅的主使 反而在四個之中 鄧恢林 也是典型的習家軍 鄧恢林當年 在2015年的時候 就是破了這個上海 這個非法的沽空 惡意孤空就是他 操辦的 龔道安 其實本身 他就是一個典型的上海幫 他 跟江澤民的關係也挺深 不過由於 在跟他當時的孟建柱 比他更加供心計 日日去陪著江澤民 當時江澤民病重 他日日去陪江澤民 江澤民就好了 所以就對他偉而重任 捧他做政法委 捧孟建柱做政法委書記 好 這樣才 被他搶走了 因為龔道安的資歷也是很深的 這個可能是唯一的一個上海幫 跟江澤民 直接有關係 而其他的 從來都是習近平的爪牙 習近平的爪牙 被重判 會不會因為習近平 都失了世呢 他的爪牙做了壞事 對於他的反習力 或者反對習近平的力量 是更加痛恨 既然是這樣 不如連根拔起吧 反正他們也不是甚麼好人 是不是這樣 這個也有可能 因為很多時候 大家都知道 敵人的敵人 未必一定是朋友的 可以都是敵人的 他反對習近平 不代表他支持李克強 他反對習近平 不代表他支持江澤民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辦法 大家千萬不要那麼單純 以為非一真二非黑即白 不是的 我們說回這次 這個法院宣判 長春中級人民法院宣判 公安部副部長 孫力軍受賄操縱證券市場 非法持有槍枝一案 被告人孫力軍 已受賄罪判處死刑 換刑兩年執行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在死刑 換刑執行兩年戒末 依法減為 無期徒刑終身監禁 不得減刑 假釋 好了 這個宣判有人就說是習近平對政敵事件 這個我覺得 完全是非黑即白 他覺得這個世界 只有中和間而已 沒有第三種 還有很多灰色 黑白之間有很多顏色 他說 他們 孫力軍 傅政華 都是被判死緩 而不是即時死刑 如果他真的 習近平要 震懾政敵 就判死刑 習近平 他在 習近平 全據說是被 控制了之後才判的 那麼會不會反過來 由於 孫力軍 牽涉到的案件 就是香港 他綁架和盧灣書店是他一手策劃的 蕭建華也是他策劃去綁架的 現在 對付 人家基本上要否定習近平 會不會是 反對派 或者你說李克強 要討好西方世界 所以把習近平 搞壞香港 或者在香港 作惡的孫力軍 重判 這個說法可以嗎 大家想想 其實也很通的 因為 一個 你說習近平 對付習近平的人 是不是一定是好人呢 未必的 壞人也可以罪負習近平 反對習近平的人是不是全部都是好人 不是 我們也看到很多人支持習近平 例如法輪功 除了江峰之外 其他全部人 都站在習近平那邊 支持習近平連任 或是唱習近平連任 是覺得不可能 否定有政變這個說法 他們全部都是否定的 為什麼那麼肯定呢 你又怎麼知道呢 原因就是 他們期望習近平 上台 習近平繼續執政 可以消滅江澤民曾慶紅 又或者 我看了十幾年法輪功的文章 每天都說要拘捕曾慶紅 當然 有人會反駁 我看到留言版有人反駁 如果曾慶紅那麼大勢力 他的女兒還是嫉女 他的嫉女當花蓮華 他就不用被銀行追溯了 他的嫉女花蓮華 花蓮華 花蓮華 是不是那麼重要呢 那一檔生意很小 那些濕碎生意 做不做得罷了 就撿不出去 曾慶紅掌管多少東西呢 包括他的兒子 曾慶紅吞了山東 那個夠大了900億 拿幾千萬就吞了900億 曾慶紅是不是要吐出來呢 曾慶紅的錢 在外面的錢是那麼少的嗎 在外面的錢是那麼少的嗎 被人 捉到正 交出來 我覺得他也要服眾的嘛 被人捉到正 他作為太子黨黨魁 你也不可以做得那麼噁心 曾慰有沒有死 有沒有被人抓去坐牢 沒有 身邊的人 教人 很簡單 共產黨 其實很facable 隨時 你要他教人 除了不是交他的兒子出來 甚麼人都可以交 喔 沒問題 我會做 我會安排他人的了 做keeper出來 出來認罪 很簡單 有時大家千萬不要一廂情願 以為 他是我的人 花樣年是我的 是我的侄女 誰敢不借錢給他 不是那回事 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妥協 我們就這樣分析 我可以有理由相信 這次 就是因為習近平被拿下 所以本身之前打算輕判他的 現在不行了 要改為重判 大家真的不要忘記 早幾個月 當時孫力軍 那個 向外界釋放的信號 大紀元也有寫的 其他的法輪功媒體也有寫的 他 很明顯是要輕判他的 為甚麼輕判 因為只是說政治 強調 他不是政治罪名 強調他經濟犯罪 強調他操控股票市場 操控股票市場是不用死的 為甚麼現在 非法持有槍枝 情節嚴重 就要槍斃呢 他是公安局長 持有槍枝 有甚麼問題呢 怎樣可以分析 解釋為非法持有槍枝 無所謂的 欲家之罪 何患無辭呢 所以 我認為 這次主要有機會是 新的 接下來的當政者 向西方釋放一個信息 香港問題 我們看到了 在香港胡作非為的孫力軍 犯罪團火 我們把他重判了 這樣可以嗎 我覺得這樣解釋 也很通的 是不是 當然 很多人會反駁 但是 你也沒有辦法解釋到 為甚麼之前 他在電視認罪的時候 不斷強調他經濟犯罪 主要就是操縱證券市場 得到這個利益 為甚麼現在突然重了那麼多 要判死判呢 其實 經濟罪 不用判死判的 是不是 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說 經濟犯罪就是判死刑 這個華蓉 賴小民就即時死刑了 這個就真的是 得罪習近平 當時習近平運用他的權勢就判死刑了 是不是 為甚麼現在 這個孫力軍要判死判呢 很簡單 不是一定是習近平掌權 因為習近平失去政權 喪失政權 都可以判他重判的 因為 他不是李克強的人 他是你的走狗來的嘛 他是做壞事的走狗 做壞事的走狗 咬你一口 我難道要補他 大家想想 羅釵是否正確呢 所以 這次我反而覺得 是跟習近平 失勢有關 就是因為習近平失去了權力 所以 當時打算輕判他的 現在也改回到重判 就是這樣 這節時間我們分析了那麼多 因為 還有很多 這些 不同的觀點要出來 跟大家討論 這節時間先說到那麼多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驚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的連結 有Discount 坦白 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